每当一年接近尾声的时候 各国总会对这一年所经历的事情做出总结评估 同时也为明年定制一个很好的计划 而从中国这一年发展来看 已经在多个领域中实现了弯道超车 发展速度更是让各国为之震惊 为此美国一媒体称 今年在某个领域中国稳作全球第一 举个安媒体表示 在今年10月份的时候 中国首枚由私营企业研制的卫星 成功发射并进入轨道运行 对于中国而言 这无疑是一项重大突破 要知道 此前美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SpaceX 在进行首次发射时 经历过三次失败 最终才完成的 这一迹象也表明 中国正在朝着太空大国稳步前行着 而就在中国发展突飞迅猛之时 美国却问题不断传来 而且这还仅仅只是民营企业方面 据数据统计 到今年12月为止 中国在今年已经完成了35次发射 并且中国还将成为世界上首个 将探测器着陆于月球背面的国家 在本月初 长俄四号探测器 由长征三号仪火箭成功发射 并为14天后 顺利进入环月轨道 这是有史以来 人类第一次登陆到月球背面 同时也是中国太空技术增强的象征 当然 让人们保持高度关注的 还有中国北斗的发展 此前 中国成功发射出了第42、43颗北斗维星 向全球布局迈出了最为重要的一步 而正因为如此 美国近期投入了400亿元资金 希望能守住GPS在国际中的地位 为此 据美国海军战争学院教授 琼·约翰逊·弗里泽表示 在太空领域 中国今年已经成为了临炮者 并稳作全球第一位置 此外 中国在这方面还在大力发展着 从这种趋势来看 已经让美国感到危险了 从中国目前发展来看 不仅往太空中发射了太空舱 大型通信卫星 同时也将人类送入了太空 未来还将可能进军火星 据了解 中国正在打造一款 属于自己的重型运载火箭 其中超重型长征9号 一旦研制成功 将成为尸体上运载能力最强的运载火箭 为此 当一些国外网友看到嫦娥4号 成功进入环越轨道后 不禁感叹到 中国正在重新制定这一领域的规则 自阿波罗成功登月后 中国将会成为下一个 有关大学仙的第一刻 有关大学仲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